好 这一句是我刚刚跟你说过 我刚刚说过的 我把赖黄川诗的题目改了一下 我请问你张继大哥看到的月亮 长成什么德性 好 要解决这一题 第一个你要知道他上弦月 第二个你要知道上弦月叫做西明东岸 第三个你要知道他正在落下 月落嘛 正在落下 所以他长成什么样子 上弦月 西明东岸 现在正要落下 所以答案ABC珠的哪一个 是他所看到的A牛勒 是他看到的月亮勒 停车战界问 请问你张继大哥看到的月亮长成什么样子勒 来的No.2 二号 二号 赛哥二号 赛哥 来 ABC珠哪一个勒 你选猪 很好 请坐下 我们答案叫做 西明东岸 跟你说了 这什么月 上弦月 说你要背 上弦月哪边亮 西明东岸 西边亮 他现在正在要落下西方对不对 所以 所以落下 那边是 亮的 落下 那边是亮的 所以答案选 C 他正在从西方落下去 而西边是亮的 所以答案是 8 我把赖黄川斯的题目稍微改了一下 就稍微困了一点点 你必须知道他是上弦月 而且你还要背上学院叫做西明东岸 你才会 OK 有人有问题吧 很好 下一题是我出的题目 我出的题目 这一题呢 建宗考过 我说建宗老师都有点怪怪的 当年考这一题的时候 那个建宗老师出了100题 第一课考题出了100题 这边一年啊 出了100题 还很欠 考完之后还跟学生说 看嘛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第二年 建宗老师心疼好一点 只输了47题 全部多重选 全部多重选 第三年又再出了一次100题 建宗老师都有点怪怪的 这一年 第一年我知道的第一年出来就这一题 我的学生意外会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掐文是什么会牛呢 来来来 一样混月现在知道什么 知道时间 知道方位 月上柳梢头 柳树是十边低矮的树木 月上柳上 月亮刚刚升起 在哪一边 东边 东边 人约黄昏后是时间 什么时间 黄昏 很好 请画图 请思考 什么月亮 黄昏时候在东方 请画图 请思考 啥月亮 黄昏时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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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月亮 停车战界问 黄昏时在东方的月亮 是啥月亮 见钟考题 现在我也考过了 我也考过 见钟考题 怪怪的见钟老师 好 帅哥美女 我们抽一位 叫做二一 没有二十一 那么就 找个帅哥男 怎么都没有男生啊 二四 二四 帅哥二十四 请问你 啥月亮 我告诉你 满月 满月很好 我喜欢 答案就叫做 老师说 画地球画太阳 老师说 让地球会转 人曰黄昏后 月上柳梢头 月亮在东方 每个人东边不一样 所以要先知道 人是哪个人 人要在黄昏 上下左右 哪里叫做黄昏 下 很好 方位要看地球自转 地球由西 向东自转 会有一个东方 这啥月亮 望月 望月 满月 望月满月 OK 所以答案是满月 有飞的也有飞 因为有飞过满月 叫做黄昏升起 清晨落下面 你也知道他是个满月 来 有学生真的会 地球不好 没关系 国文好也可以 旁边也帮你写了整首诗 我们只需要前面四句 去年圆月夜 去年圆月夜 花是灯如皱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圆月夜是元宵节 所以放花灯 所以肩上很亮很亮 那所以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请问你年车也啥月亮 满月 年月十五 满月 所以 地球不好 没关系 国文好 也可以 两个都不好 就挂头 就挂头 所以 所以黄昏后 OK 我来不论 我来不论 吧 吧 蛤